最近咱们不是看那个电视剧大情妇看的比较多吗 那个我看情节上好多人吐槽呀 不过咱无所谓这个情节不情节的 咱如果要在这个文化常识方面有做的比较好的地方 咱该表扬也得表扬表扬人家 就是关于这个惯理的形式的问题啊 就咱们想象一下 这个惯理不就是男子成年这个数据头发来以后 在他这套上一个那个对吧 那个东西叫惯嘛 然后插一个赞给他固定上那个东西 那个其实不太正规哦 这个电视剧好就好 在他还原的是先情的时候 真的是最古老最正规周理的规定当中的那个惯理 因为人家是带三个官的 你看这一排排开了是不是 首先第一个叫资部官 这个资部官是代表着你是个贵族啦 你有统治别人的这个特权啦 第二顶官呢叫皮便 你顾名思义你也知道他是皮子做的 你想一般来说 古人拿那个特别硬硬的那个皮是干什么的呢 做那种盔甲呀 或者对 所以这个皮便是和战争有关系的 你知道先情的事情 尤其是春秋的时候 打仗和平平老百姓其实没关系的 老百姓隔一边看就好了 都是贵族参加战争的 对 也就是你成年以后你带上这个皮便了 你就有义务去保家卫国参加战斗了 所以其实我看他电视剧里面这个台词写的也还不错呢 对吧 最后一点呢叫做绝变 你通过这个名字也看出来 绝就是绝位嘛 意思是你是贵族 你想有了贵族祭祀的特权了 是吧 你知道这个祭祀 它本来就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 不是什么人都能参加祭祀的 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面 对不对 所以你有这样的一种身份 也是象征着你这个长大了不一样了的 但是呢 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好像这个道具搞得不太行 对吧 大家来看看这个滋布关 它就是一个布 这个滋布确实是那种比较粗的那种麻布的意思 但是你想想 它是要把滋布做成一个关 关是那个硬硬壳 那个帽子要扣上去的 而这个布它 那玩意叫什么 这玩意叫头巾 这头巾就是你看王伟写诗 降则击人报小仇 那个则对不对 它和关不是一回事 估计这个道具也没搞明白 编剧写了这样的一些东西 到底要让它干什么 所以它就准备这么一个布 你知道这个讲究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古代的时候 贵族能带官 而头上包一个那头巾的是树人 是不是全整反了呀 对吧 你至少里面得弄点什么叫呼 给它呼一呼 给它支撑起来 变成一个像那种 能挺起来的帽子的形式吧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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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